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腿脹脂肪的高與低 其實跟椅子也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還可以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先進入一個測驗 我們來考到底是什麼樣的椅子 會搞到自己的力量 好不好 加油喔 我們還是有賞跟罰 我們節目稍微有點小轉變 罰的部分呢 一樣照罰 但是賞的部分呢 我們會請到一個客座主席 不是我 有一個客專程來做一道菜 給你們一個人吃 真的好啊 真的好啊 不是那種新年少年 賣一半而已喔 是真的是一道菜 對 三位加油 好來 可蘭拜拜妳 第一題請問 嘴殘的時候吃蘇打餅乾 就不易肥胖 對我錯 請搶答 馬安姐 對 確定 好吧 好 下一題 好 下一題 好 下一題 請問 多吃豆腐 可以降低高血壓高血脂 對我錯 請搶答 安音姐 對 確定 對 恭喜你答 對了 有積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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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下一題 好 請問 花生的熱量高 油脂多老年人 應該要避免實用 對我錯 請搶答 X 要避免 所以是全 全 確定 恭喜你答 錯了 好 下一題 好 下一題 好 最後一題 請問 一天吃兩顆蘋果 可以幫助消除內臟脂肪 等一下 多做 請搶答 X 對 確定 確定 恭喜你 答對了 兩顆蘋果 好 謝謝可蘭 宣布一下這個階段的成績是多少 這階段的成績呢 三位都是一分 所以三位都要喝我們的 洋蔥汁 耶 什麼耶 只有我很高興 哈哈 大家一起吃菜怎麼會喝汁呢 但是三個待會也可以都吃客座煮菜 大家一起喝啊 謝謝 然後喝回去 一天都一喝 我聞到味道了 除了辣 除了辣以外其他沒喝過 很濃耶 這不是 一小口就好了 一小口就好了 欸 喝完很臭 11耶 我喝完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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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可以不用喝 對 2含要喝 哇這很棒 哦 避免內臟肥之之醬是對嗎 第一題 嘴殘的時候啊 吃蘇打餅乾就不易肥胖 這是一單人在減肥人都這麼認可 答案是錯的 為什麼 潘老師 因為蘇打餅乾它其實含油量很高的 根據計算 它在12片的這個蘇打餅乾 相當於不滿白飯 280大條 蛤 那瘋了才吃蘇打餅乾 對啊 那吃白飯才會飽啊 好再來 早餐吃蔥花麵包 這也很肥耶 就營養又可以增加飽足感 真的 麵包 可是欸說真的 我必須要講實話 早上吃的蔥花麵包還滿開心的 對啊 對不對 我覺得油蔥 喝個蘋果牛奶 小時候不是大家都這樣 都這樣吃 對不對 所以是因為這個 油多 油多嗎 麵包都是用過了 你這種早餐是最不營養的早餐 真的 因為那個蔥花麵包 你上面有很多那個 那個油在上面 對 然後那個麵包本身 做的時候也要放很多的蘇油 蘇油 蘇油那些通通都是反制止 那一般的全麥麵包 或者白麵包 你如果買到真的全麥麵包的話 是會好很多 而且不用蘇油去做 對 那就可以 那白麵包呢 白麵包不行 因為最新的研究顯示呢 白麵包裡面 它還是會放了很多的 那個鹽跟奶油 可是最少比這個蔥 可是聽說 好一點點 這個是貝果比較好 貝果 他們說是貝果 不是 就是全麥的 然後呢 它烹調的方式必須正確 好 再來 多士豆腐可以降低高血壓高血脂 這個應該不用 對 豆類食品 現在目前 十六衛生組織是規定 每人每天都要吃一點豆類食品 那潘老師 豆類食品就是 什麼讓它降下來 哪一個成本 它有很多的那個 大豆液黃酮 對啊 大豆液黃酮 本來就可以保護心臟血管 你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女生 在那個停經前 心臟血管疾病 是大幅度低於男生 那原因就是磁激素的保護 可是問題是 只要停經以後 那個速度很快的就蹭上來了 很快就跟男生一樣多了 所以只要磁激素的天然保護傘不見 它馬上就上來了 來再來 花生熱量高油脂多 老年人應避免食用 答案是錯的 它如果講避免多多食用 那就可以了 但避免食用 避免食用好像都不能吃 都不吃 那不可以啊 那個東西雖然熱量高 但是它是好東西 堅果 吃一點意思 那堅果的話 人一天就抓一把的量 對啊對啊 沒問題啊 所以你這個字是避免食用 是一顆都不能吃 你根本不行吃 堅果就是比如說像 芝麻啊 什麼杏仁那些 核桃啊 都可以都可以啊 核桃啦 杏仁啊 所以要吃一點點 鬆子啦 就抓一把 你手有多大 就是你身體需要多大 那我們常常很少吃到那麼多 誰啊 不只吧 不會吧 如果有花生 我絕對不只一把好不好 我曾經吃過泰國那個花生 外面還裹著那個蛋白 下去炸過那個 我一天可以吃一瓶半 真的 一罐半喔 真的啊 那太好吃啊 然後可以 你現在講了 你剛剛有沒有量 對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兩個 他都沒有 一天吃兩顆蘋果呢 可以幫助消除內臟脂肪 有沒有人這樣 這蘋果是好的啊 從小就這樣聽 一定要吃 可是為什麼 它的熱量非常的低 就是你蘋果的熱量低 然後第二它的膳食纖維非常的高 那因為它膳食性會非常高 所以你其實你 你如果吃那個蘋果 你知道吃到最後 它都會有一些那種 渣渣 對不對 那但是事實上原來 之前吞進去那種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它也非常的高 那進去之後到糖到以後呢 它就會抓住非常多的 壞的那些膽固醇啊 膽鹽膽酸啊 那些脂肪 它都把你排掉啊 所以非常好 這麼好東西耶 我要吃三個蘋果每天 哇 而且 我也要來吃蘋果 而且喔 而且你如果能夠把握一個原則 就是說你現在肚子非常餓對不對 你比如說要吃飯前肚子非常餓 你先吃一顆蘋果 然後呢 完了呢 你就吃不下飯了 你就大概吃一半的量 那這樣真的會變瘦又健康 幫助身體代謝的消脂的好食材有這麼多 來啊 全骨類啊 水果類啊 蔬菜類啊 堅果類啊 深海魚都好 裡面全骨類乾 一人草 比較出現的 對不對 水果類 奇異果啊 蘋果 這蘋果也在裡面 奇異果也好 奇異果維生素C很高 熱量也不高 那當然芭樂也不錯 其實它酸酸的熱量不是很高 那芭樂也不錯 芭樂非常好 我最喜歡芭樂 芭樂番茄也不錯 其實你看看這些東西 真的好營養的 就是好的東西都不好吃耶 哪有 花椰菜很好吃啊 花椰菜芝麻很好吃啊 沙丁魚秋刀魚很好吃啊 這兩個我怕啊 這裡面我所有所有東西都喜歡吃 到目前為止 對我們這個隱形肥胖 已經差不多了解了 有一點了 對不對 剛剛罰也罰過了 總不能說罰完 對不對 不讓大家吃得不好 欸 我一直在菜要多一點 三個都錯 都罰到了 我們吃就三個一起吃 好 好不好 我們今天請來啊 這個 對這個中西餐廳非常擅長的 客家鄉親 秋寶郎 秋 廚師 我們拍他 有有有有 今天邀請到親切可愛的秋寶郎主廚 這場法式料理與客家料理的他 今天會帶來什麼樣的美味佳肴 來討好大家的味蕾咧 讓我們繼續開下去唄 周老師今天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菜 這一道呢 我們叫做 番茄炒雞柳 番茄雞柳 我覺得很家常 也不要說只有家常 你看它上面備的東西 花椰菜在裡面 對 花椰菜 花椰菜在裡面 好酥菜 番茄 雞胸肉對身裡最好 是 番茄也好 番茄也好 但是要怎麼樣讓它吃得更嫩 更好吃 來 重點來了 是 那一般人都會放什麼 嫩筋 這個是討厭的人 是 但現在比較少放 對 但是呢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 有一個最好 最好的一個訣竅了 等等寶廊師傅 帶來師債有一套 教你利用手邊食材 輕鬆把雞柳條變軟嫩 利用常被丟棄著 來抓這個雞肉 對 對 媽媽都會把它丟掉 對 不要浪費 讓它保護 它的肉質變更軟嫩 這個很消脂 對 現在就完成了 哇 很嫩耶 這雞很嫩齁 真的很嫩耶 到底寶廊師傅 市場的Payball是什麼呢 想知道就千萬別轉台唷